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头条,千千千里马 今天我们讨论一个话题 什么话题呢? 就是我们学哪一种书法是最高贵、最好的 本来呢,在咱们中国历史上啊 主流形成的书法官是什么? 是二王为正宗 这个我多次已经讲过了 为什么二王是正宗呢? 因为在唐代是以中王这样一个书法为体系的 那么这个体系从唐代以后 基本上就固定下来延续了一千多年 一千五六百年吧 但是到了清朝晚期的时候 又兴起了一股这个经史学的悲学之热 这个热度呀热得非常的高 高在什么地方? 就是一部分知识分子 这部分知识分子呢,还是具有一定的变法求心 这样一些思想的人物 那么这些人物呢 当中啊,就把这个悲学的这个书法呀 就提到了一个非常高的程度 除了像康有为这样的先锋派 还有一位叶昌痴 就是做过甘肃教学提督的这么一个官员 在他的这个1908年嘛 大概出版的这个《石语》这样一本书里边 把这个北魏的一个书法作品 郑文公碑 说这个书法作品自有征书以来 第一,郑昭道是郑书中的圣人 什么意思呢? 就是自从有了楷书以来 那么郑文公碑 这个书法作品 那是第一 甚至于超过了殊胜王羲之 这个说法你说厉害不厉害 当然够厉害够极端了 那么他说的有没有道理 我想了也有几分道理 但是总体来说也未必说的正确 因为到底王羲之的楷书什么样 我们也没见到 那么郑文公碑呢 他是一个大字 这个王羲之呢 也没有流传下来 这个大字的楷书 我们也没法做具体的比较 但是不过我们就书法论书法 我们就从郑文公碑 这个书法作品来看 当然他也是很好的书法 不过呢 这个书法作品 我们说你跟这个唐代的比 缺乏一定的严禁性 一定的严禁 那么你跟静代的这些书法比 我们不知道啊 哪个大字写的怎么样 我们只能看 从忠遥 或者是传为王羲之的这些楷书来看 他比王羲之的书法呢 应该说写的雄健一些 这是实施 雄健也好 秀美也好 这是书法风格 或者意趣追求的一个方面 那么他的好 是不是就超越了王羲之 或者说是楷书一来的第一个 我觉得这个话呢 也不能完全这样下 下个死结论 所以叶长之的这个话呢 在后世里边呢 基本上也等于是一个笑话了 为什么大多数人还是未必认可 那么这里边涉及到我们现代很多书法家 就是这一种观点 就是我们到底是学哪一种书法 就觉得很高贵 很有出色 很有出息等等 我觉得没有那样严重 因为这个书法里边 我们分两个体系来看 一个是实用领域的体系 一个是艺术领域的体系 那么实用领域体系 我们就不说这个事了 就是你写管歌题就可以了 这个我都一点意见都没有 因为它就是个实用体系 但是在实用体系里边 它还有一个实用体系 就是说二王 这是一个从唐代以来 我们刚才说过了 我们也反复的说过了 这是一个事实 就是从唐代以来 二王这样一个书法体系 它本身的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我们习惯性的正宗 那么在这样一个习惯性的正宗里边 当然也产生了很多解除的楷书 书法大师 那你比如说唐代的欧阳寻啊 严正清啊 刘公勤啊等等 包括元代的赵孟夫都是 对吧 卫碑呢 就在这样很长的时期以来 都被我们被遗忘了 为什么遗忘呢 我也多次讲过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在唐代以后 是以二王为宗 就是以学二王为正宗 为荣 同时也是一个比较规范的 这样一个书法体系 那这个你没法改变 因为他也 他在唐代以后 他社会化 文字首先要社会化 这个是绝对的历史潮流 我们不能够反对 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反对 是吧 所以这是一个主流的 这样一个书法体系 那么你按照这个书法体系走 是不是还有就是前途 我觉得也未必就没有前途了 就看你怎么写了 因为我们在唐代以后的 这一千多年以来 也是在不断的出现一些 新的书法家 当然凯书书法家没有出现太多 因为凯书也不是大家 努力的一个方向 再加上这个凯书的范围啊 到了唐代以后 由于我们走的是中王 二王这样一个体系 那么这个范围就缩得越来越小了 在很小的一个范围内 你想创新这个难度是很大的 对吧 它不像在唐代以前 那么唐代以前是什么概念呢 它是一个在历书的基础上 逐渐的从多种风格 向着比较统一的 这样一个方向再走 所以它离留下来的遗产是 在唐代之前的书法的多样性 这种书法 不管是二王体系 卫贝体系 历书体系 还是传书体系 我们都可以写出自己的心意来 就是有这个可能性 但是是不是你写出了这个心意 或者有所创新 那是另外一个方式 你比如说 亲爱的邓世如 殷炳寿 他们的传书 历书领域都出了新的成绩 是吧 吴昌硕 他是写传书的十古文 他也写出了心意 是不是 所以我们从事实上来看 你写历书也好 写传书也好 产生书意 产生心意 这是一个艺术家 个人奋斗的问题 他不从再说 因为我写历书了 我不出本了心意了 或者我因为写唐开体系了 我出本了心意 没有这个道理 我一贯的主张 不论你写哪一种字体 是唐代以后的二王体系 还是唐代之前的 这样一个精识 卑学体系 我们都可以产生心意 我也曾经写过文章说过 王羲之的书法 尽管被我们认为 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 甚至是殊胜的地位 怎么样说都不过分 但是从书法美学来说 仅仅是美学的美的形式之一 那么美是多样的 书法的艺术形式 也是多样的 这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 现实的存在着 这样多样性的艺术之美 因此我们继承 哪一种书法之美 应该说 基本上都是平等的 就是我们平等的 可以继承 历史上所有优秀的文化遗产 好 今天我们就这一段话 问好 请不吝点一下 请不吝点赞 打赞 请不吝点赞